除了我不要再犯一样的错 好累啊 我好累啊 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很凶 然后每天在那边吵架我累了 总在你放心上演 对你无力抗拒 我许米罗吉米哥 今天要掌声欢迎一个超级带来宾 我期待非常久了 欢迎Kimberly 陈芳云 Hello Hi everybody Hi Hello 今天呢跟Kimberly要聊天 当然就是因为有新作品来了 对这个算是睽违了多久的新专辑 我上一张好像是我的Work From Home的小EP 然后在那个之前就是我的三十几首歌的mixtape 所以这张准备了三两年快三年 哇快三年了 因为前面有算是疫情的期间嘛 没错 所以就一边有在做这一张的歌了 对 就是它各位各位来这边看一下哦 Yay KIKI 没错 所以专辑为什么要叫做Kiki Kiki其实是我的inner child 就是我的体内的小孩 因为这个这张准备其实 E我觉得对我说是最大的 是因为它代表非常多的元素 主要的主题是共存 那共存有cover到三个 多元人数 动物权跟环保永续 对那这三个点就是 包括在这个共存里面 那也有体内的共存 就讲到你的inner child 然后就是你要跟所有的自己都共存 不同的面向啊 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压力 开心的不开心的都要一起共存 那你刚刚说它有包含动物权 然后environment 然后还有多元人 多元认同 对对没错 这是很难记 对我每次那边人 人 所以这三个concept 我很好奇的是说 因为你说做了两三年嘛 这些这里面的歌 所以它也是这两三年之间 陆陆续去想到的idea吗 我觉得它是随着我们的concept 一起到的一个结果 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其实刚开始 我一直想要讲一个balance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本来 我自己的concept 原本是从 like yin and yang 阴跟阳 阴跟阳 黑色的那个symbol and the 很像s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balance 然后就去研究这个 然后觉得 哦对确实就是 很多事情 如果你接受这些痛苦 你如果还可以撑过去的话 其实它必须要存在啊 你才会变得更强 其实光的背面就是 darkness 它就是正反两面嘛 对要有白天 有白天就会有黑夜 对对对 所以你等于是在这张专辑里找一个balance 对 但其实我在听啊 就是既然你提到了这个很好的点就是balance 因为我在听你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也有特别记下这个keyword OK 非常非常的神奇 因为我是在听你的曲风的部分 对我们来聊一下这次里面的歌 虽然它是一个在 我们在这个产业就是比较像 所谓mando pop 就是pop music 可是你在专辑里又有一些比较indie一点的 可能r&b或电子乐 我觉得你在这张专辑 做了一个蛮好的balance 就是它没有特别的偏向哪一边 就是它不会太pop 可是又不会太难懂 对对对 我觉得有做到一个很好的 很easy listening的一个感觉 oh that's great 对啊 那我很开心 有觉得很 oh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会觉得 我没有真的一定要属于一个风格 或是一个定位 嗯 然后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 很多人会问我说 你有喜欢你的风格吗 其实我觉得只要好听 我都可以欣赏 我都很喜欢 我的声音 我的喉咙 就是我的乐器 嗯嗯嗯嗯 所以如果我想要更了解我的乐器 我就要让它去尝试不同的歌 不同的曲风 对却是这一张 我们想要走一个舒服 嗯 呃让大家 有一些resonation 有共感 但是从事也是一些些 实验的东西 嗯 那有没有哪一首歌是你觉得 实验性最强的 是你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我觉得自己爱情自己爱 算是一个比较实验性的东西 因为 呃那首歌算是我 自己在vocal上面 做vocal comping 然后就是demo都是 呃自己一个人在房间做的 我很想要创造 制造那个 很飘 很舒服 在云里面的感觉 然后包括 编曲跟就是最后声音的那个共鸣 对 都想要用很多的琴 突然出现个琴 对对对 一直要有琴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首歌算是 唱歌的方式 就是整个非常不一样 而且它是你不是最近才写的歌 嗯 我看好像你是两年多前就已经写出来了 对对对 那只是你一直就先把它hold着 没有先把它发表出来吗 嗯 它本来就是一个demo 嗯 然后我们在收割的当中慢慢淘汰 淘汰淘汰 然后它是唯一首我自己写的 还留在那边 嗯 然后你你觉得很坚持这样专辑 要有它的存在 对我觉得其他的自己写的好像还好 我觉得当一个 别太坚持 因为我觉得这一张我也 呃我也是ANR 就不是自己写的都要放进去 我觉得也要有一个ANR的角度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觉得我很开心有留了一首 对 至少有一首自己的就是创作 那其他的非常感谢其他非常有才的老师啊 是是是 对啊 我想我想要特别想先聊一首歌好了 嗯 就是My love my love my love looks good on you My love my love my love looks good on you 呃这张专辑之前你还在发单曲的时候 然后我就听到这一首单曲我就超级喜欢 哦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呃很加分的是它的MV 哦 它的MV我觉得我看到有点眼眶 哦 快 cry了 我快要 cry了耶 它一开始最初原本的创作 应该是跟动物还没有关联对不对 对还没有 哦其实这首歌就在讲说 你把你自己爱自己的爱 嗯 穿上去啊 是最好看的样子 就是说希望 每一个人可以找到自己的 爱自己的方式 嗯 跟自信 就是有的时候就算 你觉得全世界 没有认同你啊 然后你觉得很孤单 但其实 不需要那些东西 只要你自己 对自己有信心 对 那我们会觉得狗狗 去收容的时候看到那些狗狗 就觉得狗狗 就是有这个很可爱的特色 嗯 他们就是很开心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觉得 他们有些狗狗的故事 很悲伤 是 但你去收容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还是非常的 积极 很快乐 然后热情的在生活 在过他们的狗 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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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狗的生活 狗的生活 狗狗的生活 对 他们的狗狗生活 对 就会很感动 就会觉得其实 有时候人的烦恼 还蛮复杂的 对 他们就只想着 要吃饭 睡觉 对 他们其实真的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狗狗不会看你的长相 他也不会看你有多少钱 他也不会看你就是 那些比较表面的东西 没错 你只要对他有善意善良 其实他就很爱你 然后就觉得 感动 不只是狗狗啊 我在MV还看到你们 是不是有帮一只猪洗澡 对对对 刚好那只收容所 他们有养一只猪 然后那只猪也是被弃养的 它的品种是色香猪 所以好像是宠物猪 哦是宠物猪 对的一种 不是牧场 不是 被弃养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有捡到两只 摄像猪 在Baby的时候 然后是觉得哦 然后发现其实 台湾这边会有宠物猪 然后是摄像猪 他们的皮肤特别香 就是有那个花味 然后都不用洗走 就像猫咪不是有一个味道吗 一个很香很香的猫味 对 对他们有一个猪味 有猪味 然后真的 我养了他们之后 他们就是很香 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来聊一下 Younger这首歌 我觉得Younger这首歌 我觉得很好奇的是 它的MV 因为我还记得 你之前有一首单曲 叫管你的拥抱 哦 yes 你看我还记得 哎哟 然后它的MV也是一个 女女恋的故事 在Younger也是类似这样的题材 对 然后因为我之前看 你有参加节目访问 你也有很大方的聊一些 你小时候的感情故事 对所以这个都跟你真实的人生是有关联的吗 哦 我觉得其实呃因为Younger的故事呃我们是想一个比较悲伤的那这个故事没有发生 我想起最后一幕了 对 要看到最后 对是没有发生在我本人身上 对对对 但是 呃我们找的女主角确实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 哦 对我们会想要找她就是因为很自然啊 拍起来就是两位很好的朋友这样子对 那这个idea故事的题材是你有参与发想啊 嗯 嗯其实有我们就是大家我们团队会开会啊跟导演一起我们就会丢ideas 这个是一个idea被丢上来的然后大家都觉得哦是不错的 嗯 对对对 它也是一种共存啦跟你的回忆共存 没错就是每个人都有呃Younger小时候就算是已经结束了不代表他不值得被纪念跟珍惜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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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传达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放很多的压力在永远 永远永远然后有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永远但不代表他没有他的美好 所以你是属于不相信承诺的吗 就是有时候我要有些人会说我要爱你一辈子我要跟你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哦 我觉得是很棒的有这个想法但我觉得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就是 你也可以很快的就move on不会再沉默 我还是会伤心啦但是我觉得我的我想过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譬如说不管是朋友啊或是情人啊 如果譬如说在一起个纪念啊或是交个朋友纪念然后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法 继续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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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師妹冠宇 她有自己的作品了嗎?目前 她就是都在發單曲中 然後我們公司就是最近在幫她做Promotion 然後她之前有我們小小的音樂會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新人都非常有才 對啊 還有Jocelyn 940 這個是重點囉 重點這次的主打歌 對 非常的感謝她 這首歌叫做是什麼呢? Love Me More 哇這個MV也是好酷 我真的覺得你動物關懷這件事情落實的真的非常好 每一首歌 你看從Gurang Yuma 然後到Love Me More的MV 她其實有一點殘忍耶 那個畫面很多都這樣閃過去閃過去的 這一次我們有跟Pita合作 Pita是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 她是全球最大的動保團體 然後我們這一次就是因為之前我有跟他們合作過兩次的拍攝 然後我就有問可不可以使用他們的Footage 放在Music Video裡面 然後我們其實就想要展現說我們也有就是跟蟲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舞者 我們想要展現說其實人跟動物生物我們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剝削或是去忽略其他的品種 或是比我們弱的比我們不會的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的歌 我覺得歌本身會有一個含義 可是你看搭配了畫面又會有另外一個含義 譬如說Gurang Yuma 她又有跟動物有關 Learn You More也是 她MV雖然是有一些這樣的一些Footage 可是歌詞本身是Jocelyn她幫你量身定做的嗎 嗯對其實那個時候我覺得每一個人我就跟她說 想要有一首歌是就是好像一直在懷疑自己 或是你不知道自己到底就是應該要怎麼樣才是對的 或是你一直被別人忽略 你一直被別人貶低 看不起的感覺 然後你想要就是站出來 因為我覺得不管你是什麼角度 一定有一個時候你覺得就是你要證明自己 你要就是更愛自己 你不要去管那些人 然後我覺得其實動物這個部分 其實會有占很大的比例是因為 我們就是忘記他們的存在 忘記他們有靈魂 我們選了幾樣 比如說狗狗啊 貓咪啊 小兔子啊 拿來當寵物 我們尊重他們有生命 我們聽他們的心跳 我們甚至說把他們當作我們家一份子 但是我們會確實去決定其他的品種 不值得這些尊敬跟權利 所以其實透過這首歌 我就想到如果動物想要跟我們說的話 像一隻Baby豬在 六個月的時候就要被屠殺 他一定會覺得說 這個世界很不愛我 他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這樣 只有我們人知道嗎 為了變成一個三名字啊 一個飯啊 但其實對一個靈魂來說 你不知道為什麼你要受這麼多的虐待 最後被殺了 但他一定會覺得為什麼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從動物的角度 這首歌就是 哦 我要更愛自己 因為世界不愛我 同樣專輯裡還有另外一個也是搖滾的 就是算是一個很 Grand Opening 感覺的 Say What 這首歌也是有點搖滾的 對 我覺得他跟這個 Love Me More 有點像是那種暗黑姐妹 Dark Sister 的感覺 那那首歌來聊聊看 Say What 他在講什麼 其實這首歌就在講說 不要去管那些多的聲音啊 然後你自己其實要去 很像要去調整 其實這首歌原本的 inspiration是 你知道變色龍嗎 他們會一直去改他們的一些 就是他們的身體上的顏色 然後那時候就在想說就是 如果自己有這個能力是很爽的 不管是要調整 適應或是隱藏自己 都有辦法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在想說 這首歌也想要有一點 就像你說 Dark 一些很像你在跟蛇 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吹那個笛子嗎 然後 引蛇人嗎 沒錯 然後就想要有那種 有點 Dark 有點 mysterious 的氛圍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首歌就是從這邊來的 然後後來 我們很厲害的 A&R 就是寫了歌詞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錯 很喜歡 你講到 Say What 的歌詞 然後我就發現 我之前像在聽你的單曲 像小缺臉 Street Science 都有發現你的經紀人的名字在裡面 喔對 我們都會參與在一些歌詞 對 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很開心啊 就是 我們大家都是一個 team 然後有時候就是歌詞覺得 會問一下 就是最近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什麼故事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想 最後就是 都會想到一個 我們很喜歡的一個 重點跟主題 就像就是一個 family耶 你們大家一起集體創作 然後你可能互相丟一些idea 然後去修改修改修改 對啊 因為我覺得音樂 很棒 就是你不一定要是什麼 音樂的什麼製作人啊 或怎麼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被音樂 inspired 對 都會有那個就是 跟著音樂一起走的感覺 我覺得你說的很好 就是不是 我不是說今天一定要是一個 專業的作曲人 我才能寫歌 其實有時候我們生活中 在洗澡的時候哼哼唱唱 我們每個人都是 我們每個人都是作曲人啊 對不對 你隨身的日記都可以變成歌詞 沒錯 對啊 只要你有 就是畫面啊 你有想法 我都覺得 都要說出來 嗯 但是專輯中還是有一些 很厲害的大事啦 啊沒錯 除了零戲之外呢 還有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的 就是小韓 啊 對 他的歌詞真的 啊 很喜歡 對 漫天星 北極星 擁入完全隔壁鑽持在旅行 那個時候 我們製作部就是 一直在問我說 我們確定哪些歌之後 就要決定哪些部分要變成中文啊 等等 然後就非常感謝就是有 有辦法就是 可以就是 問這些老師可不可以就是 幫我寫這些歌詞這樣子 那個時候其實 小韓老師的歌是非常前面 就已經 嗯 決定好 就是未完成 就非常快 然後就回來了 然後就覺得 哦 很美好的歌詞 然後就 就也沒有調整 好像也沒有沒有調整 對就 很喜歡 然後就 進入錄音 然後因為我 我覺得我的中文能力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順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是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那首歌花了很多的時間 就是 從英文變中文 而且這首歌你在配唱的時候 會不會也花很多時間錄啊 因為我光 對它的和音很多 對對對 我光聽都覺得天啊 這首歌也太難唱了吧 因為它一直在轉調 沒錯 對不對 對 你當初收到這首 聽到Demo的時候 是不是也覺得 哇賽 這個 好難 我就覺得 好爽啊 好爽啊 聽到這個就覺得 Oh my god What is this 然後剛開始其他的公司的人覺得 這是什麼歌啊 你要唱 你要唱什麼歌啦 然後就覺得沒有沒有 就是我很喜歡它 那個pre chorus 會變得有點像 Queen chorus就是很像 like Backstreet Boys 有點像那個 就是很快樂 它很像在爬樓梯耶 對對對 這樣子一直上去 沒錯 所以我很喜歡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rap的東西 喔對 那個很難 那個是最難的齁 對 我那個就是錄了 應該有三次才覺得 好好好 可以過了 後來你的MV好像這首歌也是 也是有跟動物結合耶 對啊 真的是很愛動物太棒了 每一首歌都有動物的元素在裡面 他的MV我覺得很 你是有一點像是進入一個 童話世界嗎的感覺嗎 對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 動漫的music video 就是卡通畫出來的東西 我非常喜歡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跟導演說 他就有介紹一位非常厲害的動漫師 然後 他就來畫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我那段時間很傷心 因為我的貓咪剛剛過世 然後我就覺得很傷心 然後那個時候導演跟我說 他MV的腳本 我就說那可不可以 因為要飛去天上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 也讓我的小黑貓咪Kiwi 也在裡面 然後他可以再出現一次 然後他們說可以 然後我就覺得 很傷心 一開始你是坐著一隻黑貓 然後進入到一個有大象 還有長頸鹿 長頸鹿跟 的世界 對對對沒錯 然後貓咪也在 哇 我很喜歡 很開心 對啊就可以再看到他 就紀念他 這次的你的想講的東西 是很明確的 就是動物的保護啊 然後多元的認同 包含自己愛情自己愛 也是在講關於可能不同性相的人 不同性別的人 你們要堅定你們愛的權利 然後都有落實在你的每一首歌裡面 然後當然包括就是你想要講環境永續這件事情 對 其實在這個東西上面有在講環境永續 這一份東西上面 對 我們就是 這個好像也不能叫做專輯 這個要叫做 怎麼說他呢 這口號那個什麼 啊 姓簽 謝謝不好意思 對 姓簽 因為 雖然他是 他有QR Code 然後可以下載完整的音檔 就是這十首歌 但是因為我們不想要再製造多的地球上的負擔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不要再做CD 然後我們就是用外面的包裝紙 跟裡面都是循環紙跟再生紙 它可以當肥料 所以我們最後離開這個地球 我們沒有辦法帶走任何東西 這個就是可以跟地球一起融合 就很開心 我覺得很棒 對 而且你每一首歌 就是每一首歌的歌詞的背後 都是一個寫真卡 對不對 就是這一次的陸海空的造型嘛 對不對 就很漂亮 你可以拿來當明信片啊 Postcard 就是很漂亮 所以這個東西到最後都是可以被大自然給分解的 沒錯沒錯 對 這個是 這次的造型也很酷耶 這個是AI畫的嗎 是的 沒錯 你的那個手 沒錯 就是有點綠 就是那個是蕨類嗎 對 沒錯 蕨類 就是我們跟植物融在一起 這個 其實 這一張還蠻有意思是 我們平常會看到北極熊困在那些冰塊上面的 然後這就是因為我們面臨的這個地球暖化的事情 然後就覺得很傷心 雖然就是我們也不是說不要開燈不能開冷氣 只是希望我們可以提高意識說就是地球真的越來越熱 有時候我們要有就是心理準備 我們要至少可以自己盡量減少我們用的量 讓我想到了一句話就是你在Good On You的MV最後 你說你父母親有跟你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就是 You should treat other people the way you wanna be treated Yes 我媽媽小時候會跟我講一句話就是 You should treat other people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 這個這句話至今仍然是你的一個model嗎 對 我覺得是 我覺得它一直都在我的腦子裡面 也是我的理念之一 其實我覺得你的人生 你看你出道到現在十二年了吧 對不對 你也經歷了非常多 真的是超過常人能夠承受的霸凌也好 或者是欺負或是誤解 我覺得我們身為觀眾看著你這樣一路走來 我真的覺得Kimberly變化成長了非常非常的多 當然就是今年是你三十歲嘛對不對 所以就像你剛說的嘛 如果有人他treat you the way he or she wants to treat you 他就是想怎麼treat你就怎麼treat你 然後讓你受傷難過 憤怒 那現在你覺得三十歲的Kimberly 你會怎麼去面對這一切呢 你還是會去fight back嗎 我覺得會有不同的情緒跟面向 我覺得我還是沒有到我認為可以最成熟 或是最可以EQ最高的時候 對我還在努力中 對但我覺得其實就是 你當然可以繼續fight for yourself 但是不用去攻擊別人 嗯 我覺得有的時候是反而表現一點mercy 然後 對聯名的心或者是 對啊然後就是 同理心 對然後其實說實話 我現在也沒有那麼多精神去鬧 你知道嗎 好累啊 真的 我好累喔 很多人都覺得我應該很兇 然後每天在那邊吵架 我沒有 到底不可能有人每天都在 我真的還蠻懶惰的 我真的還蠻懶惰的 對啊 我說對於這種的事情 就是譬如說是一些 確實是不開心的 但我覺得心態上 我覺得 就是趕快讓他過 然後就是沒有受傷 身邊的人也身體健康 其實就可以了 就好了 畢竟生活還是要過啊 飯還是要吃 還是要睡覺 沒錯 我們幹嘛要一直浪費時間 在那一些事情上面 對 其實我也相信 講到什麼人權啊 動物權啊 我覺得其實我們人 也有權利不喜歡彼此 就這件事情是沒有關係的 就像你走進去一個冰淇淋的店啊 你有可能會喜歡草莓 但你不喜歡巧克力 或是你很喜歡芒果 但你不喜歡什麼薄荷巧克力 我不知道 但那就是你自己的權利啊 你可以不喜歡的 那我覺得就是 當你在聽音樂 或是你在看一些 Public的東西 你就是有權利 就是喜歡或是不喜歡 所以我覺得不喜歡我的人 我也覺得沒有關係 就是真的還好 我們就沒有緣分 也許我的音樂 我覺得你沒有很喜歡 那是OK 有很多很厲害的其他的歌手 男女歌手都有嘛 你聽你喜歡的 就可以啦 我也會聽我喜歡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 對 沒有關係 每個人都有喜歡的跟不喜歡的 但是 接受這件事情之後 就不會覺得 那麼煩惱 對 I don't mind I don't care 接受那些酸民 或者是無理取鬧的人 對 那當然喜歡我的人 我覺得超級感謝 我覺得我們要做的是去珍惜那些愛你的人 沒錯 就是一個杯子啊 它是滿了 還是 就是半孔 我覺得是這樣子去看的 就是你看到的是哪一個地方 沒錯 你怎麼看事情 嗯 情緒永遠你知道 就是最難的一個part 對 我的經紀人有一句話 非常的厲害啊 來 情緒是暫時的 但是結果是永遠的 是不是很重 但是我非常同意啊 因為 就是我 我自己算是一個很情緒化的人 所以我之前知道的情緒會整個 Oh my god 都是情緒 我會有點看不到 What's going on 然後就會情緒 Oh my god 怎麼樣 然後就會在情緒的時候 做一些決定 或是說一些話 然後 平常有可能一般人說一些話 沒有關係 但是我說一些話 會被很多人看到 就會變成新聞啊 什麼等等 就會 我就會知道說 OK我不應該在有情緒的時候 去說這些事情 但是我要做到 我要做這些事情 我才發現 我錯了 我錯了 我不要再犯一樣的錯 所以就是 我會有這些經歷 好 我們最後請Kimbo 來幫我們好好的 簡單的一句話 來推薦一下Kiki 這張專輯好了 總結一下它吧 它代表的是 它代表的是 你這三年來的 行神 對 我希望這張專輯 如果大家聽到的時候 可以療癒你 面臨的一些問題啊 然後希望可以 給你們溫暖 給你們勇氣 然後告訴你們 就是一切會 非常好的 好的 讚 非常好聽 我非常喜歡 我超感動 非常感謝 真的 那最後我們請Kimbo 幫我們做個Ending OK 你應該也做過很多次了 就是按讚訂閱 還是你要用英文講 OK 應該是說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可以到我的Social Media的平台 Instagram Facebook YouTube 就可以了 Threads 最近都很流行 可以 Threads也是可以的 所以只要想要找我 Please do 如果喜歡這一支影片的話 也要記得要 找Jimmy哥 Like Subscribe Enjoy Don't hate Love Don't hate很重要 Don't hate If you hate Do it over there 你如果hate的話 我是不會理你的 拜拜 我們只看到快樂 我們無緣 拜拜 謝謝Kimboley 謝謝 Thank you Jimmy 不會謝謝 謝謝 好的 今天這集要特別感謝 楊晴翔 方言 Gonzaku Tsai The Super Thanks 超級感謝 以及Bread Cao跟Chan 透過下方資訊欄位的贊助連結 給我的打賞鼓勵喔 那您的贊助 都是讓節目能繼續存活的最大動力 那除此之外 也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成為米粉 那成為米粉之後 你會獲得YouTube提供的 忠實會員徽章 還有四款吉米哥專屬的表情符號 可以在留言的時候使用喔 那日後呢 也會有不定期的頻道會員專屬影片 或是芯片強先看等等米粉專屬福利喔 那歡迎點擊訂閱旁邊的加入按鈕 看更多會員專屬優惠 Chanf з Chanf